他在看你 不會啦 不會啦 真的不會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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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啦 我現在好痛苦喔 又冷又不肯下來 他完全淡定 跟猴子泡湯解鎖 沒想到可以跟猴子泡湯 我是Alan 旁邊是Ember 旁邊是長野的一日秘境 世界級的秘境啊 在日本是一個代表性的 宣傳很大的地方 長野這個猴子會泡溫泉嘛 但是猴子泡溫泉已經不是怎麼稀奇了 其實我是找到一個地方呢 人也可以跟猴子泡溫泉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來這邊 看有沒有機會跟猴子一起泡 這邊呢就是長野縣的地獄谷 這個好像是新開的 我2015年來的 坐新幹線到小站的時候 那個車站是在河的另外一邊 所以我當初是從河的另外一邊走上來 這邊是我那時候的出口 喔 所以它有兩個入口 那邊的話就人非常非常少 沒有什麼觀光客 感覺是當地人才會走的山路 把照片放在這裡 就是那邊看到的風景是長這樣 走 這個就是入口啦 第一玉谷野原公園入口 還要再走1.6公里 旁邊有一個猴子泡溫泉的畫面 OK 我這邊開始大概要走30分鐘的路程 如果鞋子真的滑到不行的話 旁邊還可以租 喔 真的耶 感覺還好 目前 我在剛講完 這個叫什麼 大意 我想說的是 我想說的是 你最近有點發胖 你為什麼要突然這樣子人生共濟 別的情侶去的都是地獄島 我們來的是地獄國 單身級地獄是不是 那個身材每個都太好了啦 傻眼 觀眾請看 怎樣看不出來啊 你要我先給你看嗎 欸 不行啦 掉粉 在日本的猴子叫做日本猕猴 就跟我們台灣叫台灣猕猴一樣 日本的猕猴 他們比較耐寒 他們可以耐到零下15度 哇 好強喔 地獄谷這個地方呢 以前就在山谷裡面就會有溫泉噴出來 人們呢就會在這裡挖池子泡湯嘛 猴子呢看久了以後他就去學 久了以後連他們也會了 就養成了一個集體泡湯的習慣 有一段時間就會變成人跟猴子都在同一個池子裡面 某些人有一些衛生方面的疑慮 這裡的管理單位呢後來就想說乾脆幫猴子自己煮一池好了 哈哈哈哈 就變成現在猴子泡湯的那一池 是只有猴子可以泡的喔 可是煮了以後他不一定會去那裡啊 他們就用了放耳的方式 放吃的嗎 對放吃的 放他喜歡吃的東西 他們久而久之習慣在那一池了 這邊的衛食他不是說去破壞他的生態鏈 而是讓我們跟猴子之間有一個舒服的距離 有各自的生活圈 對他是有目的性的啦 他們只做引導進入溫泉池習慣的這個放耳動作 其他的野外行為我也就一切都不干涉 這樣子 所以才會遭就現在這個畫面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冬季奧運辦在長野縣 猴子泡溫泉啊也搭上了那一波熱潮 就這樣紅了出去 他這個冬季奧運辦在長野縣 就是算是一個很輕微的登山漸行步道 你看這麼漂亮啦 所以一拍都像童話故事呢 白雪公主喔 如果只是猴子泡溫泉的話 也不會說一定要來啦 因為我看到了猴子泡湯的旁邊呢 有一個旅館 他的戶外池有機會跟猴子一起泡湯 這就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我想要結束跟猴子泡湯的技能 不知道能不能夠成功 聽說他要很冷才會下來 今天對我們人類來說雖然很冷喔 今天不一度 可是對猴子來說 他可能覺得還好 我們等一下看看 我剛剛整個大花島 你知道我剛剛怎麼樣 這是演的啦 可是剛剛就差不多是這樣 那我也要演一個 你這是在跳舞啊 你這是在跳舞啊 我剛剛稍微查了一下 從東京坐新幹線公交來的話 大概會花費三個小時出頭一點的時間 才可以到這邊 如果你是想要當日來回的話 這樣可能會太累 可以像我們一樣租車 或者是在附近找地方住宿 這裡的健行不是只有這個步道 對面的山頭也有一些健行的路線 是觀光客很少很少的 花時間在這個鄉下的地方多待一點 這裡泡湯的那間旅館 他是可以住的 通常都很滿房 但是他在每天的中午12點到下午3點呢 給遊客拍放泡湯時間 後樂館的湯 戶外露天浴室 就有機會跟猴子一起泡湯 看到猴子的在上面跳 對 好胖喔 好胖好圓的屁股喔 跟我最近很像 過這個橋就是後樂館了 後樂館這一區 很漂亮欸 對啊你看這個山谷 V型的 而且水很乾淨 然後這個橋又木造的 很像潘智郎住的地方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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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長得好帥喔 對啊 非常有靈性的眼神欸 後面這個就是滷鹿桶 他一直噴鹽 那邊有一個池子嘛 等一下付錢就是要泡那一隻 他們已經在排隊了 對他們在排隊 我們就跑過去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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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螳螂捕蟆蟲蟲蟲在後 對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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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後樂館呢 目前看起來蠻簡陋的 它也算是一個日本蜜湯喔 單日泡湯旅遊 大人1200日幣 小朋友600 其實這邊 猴子的大便味蠻重的 看個人啊 能不能夠接受啊 這個後樂館呢 從江戶時代就是這個家族在經營的民宿 從1864年 從那邊付完錢進來之後呢 我們這邊換鞋子 因為我們在山坡上 所以這個房子有好多階梯 看看我們現在要往下走 走 GO 換衣服的地方 男女分開 然後我們好像就會直接出去在外面會合了 而且它有一個裡面的湯跟外面的湯 如果不怕有裡面的話 就直接去外面 我們等一下外面會合 直接外面會合 好那去換衣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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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猴子在這裡了 好冷啊 現在零度耶 哈囉 哈囉 你只要一走出來 對面的人全部都在看你 就像後面 好冷喔 他在旁邊耶 對啊 他在幹嘛 他在曬太陽啊 喔這個溫度很好 這個溫度很好 不會太燙了 他在看你 不會啦 真的不會 還好還好 還好啦 我現在好痛苦喔 又冷又不肯下來 他完全淡定 真的不下來 真的不行耶 喔好舒服喔 他一直斜了 所以他給你一個繩子 其實湯比我想的乾淨很多 這裡有做一個石階可以做 看猴哥願不願意賞臉一起下來 可是今天不夠冷啊 他們有可能不會下來 我對於中午是他們套藏的行程 對於中午是他們套藏的行程 對於中午是他們套藏的行程 這裡有些人套藏的行程 有些人套藏的行程 對於中午是他們的行程 對於中午是他們的行程 我大概泡了10分鐘之後 身體超熱 現在空氣應該是1度C 可是我現在完全不會覺得熱 不會覺得冷 這個池子大概幾度 應該42喔 跟猴子泡湯解鎖 沒想到可以跟猴子泡湯欸 之前來的時候想說 不想跟他們一起泡 為什麼喔 因為他們會在旁邊排泄 我跟你講這個池子維持的還不錯 我想的不太一樣 他們把這裡當作是好養室 所以他們好像不會在這個周遭上車 欸好像是欸 它其實還蠻乾淨的 對 很好 我們在這個露天浴池 泡了一個多小時 比較可惜今天沒有跟猴子一起泡到 不是每次來他都會下來啦 因為今天是大概0度左右 還要再更冷一點 還有一個條件就是 人不要太多 所以就運氣運氣啦 他們有 具自己的池的話 就不用跟人類擠了 說不定他們還先我們髒 哎喲 好多人喔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看 猴子的溫泉湯 有研究喔 顯示猴子啊 他在泡溫泉的時候是 母猴跟小猴比較有資格泡 供的是沒什麼資格的 他們也是有貼吉之分 地位越高的母猴 他泡的時間可以越久 他們有時候為了要吃東西 在溫泉中間 閉氣超過一分鐘 為了去把那個想吃的東西拿起來 他不會哪一天猴子就去之前 也是有可能喔 果然學會了 剛剛我們就是在那邊給人家看的 現在人變少了 猴子又回去了 早上我再多待一下 付了一千六 進來看猴子囉 走進來一下就到了 到了最後的 火湯 這個池子超有Fu欸 這不是我平常在台灣做的事情嗎 欸 Alan Alan你在幹嘛 欸 好多Alan喔 在造池喔 他們的野溪溫泉耶 對耶 喔 好棒喔 下輩子想來這裡當猴子嗎 好像不錯喔 走走走 我們近距離看一下 他身上的毛都黏在身上 好像一隻 海雞在那邊喝水 這個雪猴的毛真的比較碰耶 那感覺都有定期的 有點嫉妒 我也很想要在這裡 有雪有樹的野溪旁邊泡湯 對 就真的珍惜 很大然後又很美 我們離開猴子專屬的泡湯池了 我得到一個結論 嗯 猴子如果沒有大概-5度的話 他應該是不會認真下去泡湯的 他只是在旁邊喝喝熱水 專屬時 他會下去其實是在吃東西 我上一次去看的時候 他們是認真在泡湯 因為上一次的天氣 比現在更冷一點 那個表情也會不一樣喔 那個很明顯 剛剛就是貪吃的表情 享受的表情快樂 對 我們把Enver以前的照片放旁邊 如果你在長野這邊待幾天的話 看看有沒有比較冷的時候 那時候再來 要不然買票進去就是看他在吃東西 另外如果想像我們一樣 在後樂館跟猴子泡湯也是要冷一點 他才有機會下來 雖然沒有跟他泡湯 我還是很開心 因為我大概四年前 我就知道後樂館可以跟猴子泡湯 這次就達成這個心願了 以上就是我們在長野的一日秘境 長野地獄谷公園 完成 這次泡湯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這樣囉 掰掰 圓形畢露啊 在 Haram 香港便宜 現在當然是搖壞 了 喜歡 香港便宜 好 香港便宜 有